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剛剛過了新年 希望你們今年會比去年更興旺、更健康、更平安 今天早上小舅要用這個機器 跟大家來談談這個長壽的事情 我們大家看聖經就會知道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地方給我們允許 你怎麼樣做你就能夠長壽 從基督聖經我們查看 神本來四個人是九百多歲 全世界只有兩個人沒有死 被神召回去天國 第一個就是Enoch Enoch他根據聖經記載 他跟神同行三百年 以後神就把他召上去了 根本他沒有經過死 那麼這個這麼虔誠的一個信徒 他的兒子叫做瑪托沙拉 瑪托沙拉從聖經來記載他活了九百六十九歲 他是聖經上最長壽的一個人 亞當記載是活了九百三十歲 可是我們現在有人活九百歲嗎 沒有啦 活超過一百歲都很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人的犯罪 就是因為人的犯罪 所以在基督聖經時代 在挪牙之前的人 都活了九百歲八百歲 很長 所以在古時代 在基督聖經時代 很多人都活了九百歲八百歲 很多人都活了九百歲 那個時候人不吃肉的 神只給他們吃蔬菜跟水果 可是因為人一直的犯罪 所以我們記載 在基督聖經時代 我們看就清楚 神罰了他們幾次 因為人犯罪很嚴重 比如說 Sodoma, Gomorrah 神把用火把它全部燒掉 除了路德一家之外 全部被燒死 然後到了挪牙的時代 人還是繼續犯罪 神非常後悔造人 那個時候就遵守神的命令 是挪牙一家 挪牙夫妻三個兒子 三個媳婦一共八個人 乃至神真的大生氣 把全世界的人 除了這個八個人之外 全部滅掉 用大水滅掉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人假如對神犯罪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長受的 相反的 假如我們遵守神的命令 遵守祂的道 來行祂的道 我們是可以長受的 then we can live long 從挪牙以後 因為神讓他們開始吃肉 所以他們的壽事越來越少 人也同樣地繼續在犯罪 所以在《创世紀》六章三節這裡寄載 我們請看《创世紀》六章三節 我們請看《创世紀》六章三節 《创世紀》六章三節 神說人既屬於血氣 我的靈就不永遠置在祂裡面 然我祂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因為神非常後悔 祂就把人的壽命從九百多歲降到一百二十歲 所以照道理講 我們現在是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的 因為這是神說講的話 因為這是神說講的話 來我們看看現在 我們是不是有人活到一百二十歲呢 有 我這裡有一個記載 差不多有五個地方 全世界 差不多有五個地方的人 人都活超過一百二十歲 一個地方是在西藏的人 他們住在差不多一萬五千尺高的地方 他們那些人呢 有的人活到兩百五十六歲 這個人好厲害喔 他娶了二十三個太太 所以一個人 娶了死掉 再娶第二個 就是這樣子下去的 當他這次娶老婆 他還會再娶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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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地方是在蘇我山上的村莊 叫做 Tikjabon Tikabon 是白歲村 白歲村 一百歲的村莊 那裡有很多人 是活到一百四十歲到一百六十歲 and many of the villagers lived to 140 160 years old 在伊加多 一個山村 in Ecuador there's also a village 有很多人 都超過一百歲 there's many that dwell there that live over a hundred 有一個一百二十三歲的人 每天會走一里路的路 there's a person 123 years old that can walk more than a mile a day 他一百二十歲 不是躺在床上的喔 還是照樣 非常活躍的 and he continues to be lively and he doesn't just lay on the bed 第四個地方是 Peru的一個山上 the fourth region is in the mountains of Peru 那個地方的人 也是活超過一百二十歲 and the people who dwell there also live over a hundred and twenty 第五個就是 在阿富汗的南邊 中國的西部 and there's another region in Hunza which is south of Pakistan 那些的人 都活到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歲 and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live to a hundred and twenty that is現在的情況 and this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因此神所講的 你會活到一百二十歲 神真正的讓我們 能夠活到一百二十歲 so God's promise was indeed true that human beings will live to a hundred and twenty 可是問題為什麼 我們現在目前的人 活在這種文法社會裡面 不能活到一百二十歲呢 now the question is how come the rest of us who live in a civilized society cannot live to a hundred and twenty 我們再看臨界信經 詩篇九十篇 Let's turn to 詩篇九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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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摩西所寫的 詩篇九十篇 是摩西所寫的 他在第十節說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只是強壯 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誇口的 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圓成功 我們便如飛而去 很奇妙的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人 在這個世界 就是活到七十或是八十 我去印了一個 2011年的全世界的 所有的人的 壽命的統計 在這個登記 2011年的統計 全世界的人的平均 受稅是八十三歲 最高的 在世界上有幾個國家 比別的國家長壽 所以他們的受稅 是八十三歲平均 然後你的會比男的 長壽一點 照這個統計 你的最高 會活到八十六歲 平均歲數 男的是八十三歲 最高的 男的比女的 十三歲 最高的 只有一個國家 很奇妙的 男的比女的長壽 那國家做 Quita 所以從這個記錄 我們就知道 我們現在的人 像摩西在四篇 九十篇講的 健康的是七十歲 普通的人 會活到七十歲 假如更健康 會活到八十歲 現在的問題是 聖經在很多地方 告訴我們 長壽的贏取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來 查考看看 聖經告訴我們 怎麼樣做 我們就能夠重受 我相信每個人都想長壽了 I'm sure many of us want to live long 我一生當中 沒有聽人家說 我不要想說 趕快死一點 I rarely hear anyone saying that they would wish to die sooner 好 我們來看聖經 So let's look in the scriptures 神允許的 我們會長壽 第一個 記載 使命記 第六章 第一節 The first time that God has promised us long life is recorded in Deuteronomy 六章一節 6 verse 1 請看 聖經 生命記 六章一節 Deuteronomy 6 verse 1 這是主 你們神所 豐富教訓 你們的誡命 律律典章 是你們在所要 過去的 就去得 我一夜的地上 遵行 第二節 verse 2 好叫你和你 祖祖孫孫 一生 敬畏神 敬畏主 你的神 謹守他的 一切利利 借命 就是我孫父你的 是你的日子 得以長久 So in verse 2 it says You may fear the Lord your God keep his statutes and his commandments which I command you you and your son and your grandson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and that your days may be prolonged 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我們該做的 So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must do 這裡說你 假設做到 兩件事情 Here it says that we do these two things 一生敬畏神 if you fear God in your entire life 第二個 謹守他的誡命 the second is to hold fast to his commandments 你的日子 可以得以長久 then our days may be prolonged so this should be difficult so this shouldn't be difficult for us 我們信主耶穌的人 who has believers in the Lord Jesus 都敬畏神 we all fear the Lord 都經守神的誡命 and we try to keep his commandments 你假如能夠做到 這兩點 and if we can do these two things 你會得到長壽 and then you can live a long life 可是我們要知道 什麼是敬畏神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truly fear God 中文叫做敬畏 英文叫做 fear 就是怕 and there's a slight variation in the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所以從中文來講 我們是要尊敬神 or 疾怕神 and so in Chinese there's a connotation that means to respect and to fear God 對 我們要這樣子做 神就會讓我們長壽 and if we do that then God will allow us to live longer 敬畏神 就是你要聽神的話 記在聖經上 神的話 你要好好去遵守 一個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不會去犯罪 因為敬畏神的人知道 神時時刻刻 在看著你的一切的言行 你既然知道 神時時時刻刻 看著你 and if you know and understand that God is always watching over you 就是你光在環境裡面 所做的事情 神都知道 then even if you're locked in a room by yourself God will know everything that you do in your room 所以你只要有這個觀念 你就不敢去做 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什麼壞事 你就不會去做 and so if you have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then you will not do any kind of evil deeds because you know God is watching you 神非常需要 我們敬畏他 God deserves our fear and our respect 在傳道師十二章十三節 我們看一下 in Ecclesiastes chapter 12 verse 13 傳道師十二章十三節 Ecclesiastes 12 verse 13 就是傳道師的最後一節 那是最後一節 十二章十三節 Ecclesiastes 12 verse 13 這裡記著說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 總一就是 敬畏神 謹守他的誣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這是最聰明 所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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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清楚 人生應該要做什麼事 所以傳道師的最後的結論就是 你要敬畏神 謹守他的誣命 因爲他認為這是我們人當盡的本分 可是神把這件事情 成為一個祝福 就是說你假如這樣子做的話 我就會讓你長壽 怎麼樣敬畏神呢 我們講真言三章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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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言三章七節 神言三章七節 這裡說 不要自以為自費 要敬畏主原理或事 說 你要敬畏神嗎 你怕神嗎 你就不要去做壞事 所以這個是消極方面的 消極方面的 消極方面 and this is a passive approach 但是呢 積極的方法 我們來看 基督行狀十章一節 數字經章十章一節 數字經章十章一節 在蓋瑟利亞有一個人名叫 在觀音流是意大利營的白夫長 第二節 他是個虔誠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做什麼呢 多多捉既白姓常常禱告神 所以在聖經這裡告訴我們 一個敬畏神的人 所以 Bible tells us that a person who fears God 只是心非常好 會多多去捉既 那些需要人幫助的人 and has a good heart and generously gives alms to those in need 還有一件很重要 常常禱告神 and there's also an important thing here is that he constantly prayed to God 我們都知道觀音流這個故事 we know the story of Cornelius 因為他是這樣子的虔誠敬畏神 常常禱告神 because he was such a devout man who feared God and prayed to him always 捉既那些貧窮的人 and gave alms generously to those in need 神就差遣彼得來把福音傳給他 讓他全家得救 God sent Peter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him so that his entire household was saved 所以口見我們知道 神非常尊重一個敬畏神的人 so we know that God holds up high those who fear Him 我們再來看第二項 我們先看四篇九十一篇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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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篇九十一篇第一節 四篇九十一篇第一節 這裡告訴我們怎麼樣做 我們才能夠長壽 我們從第一節看起 從 verse 1 住在至高隱密處 必住在全能者的陰下 我要論到主說 祂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崽 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 He who dwells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shall abid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lmighty I will say of the Lord He is my refuge and my fortress my God in Him I will trust 從第九節 神是我的避難所 你一將至高者當你的祭守 破犯必不臨到你 災害也不埋盡你的帳篷 十一節 因為祂要為你豐富祂的天使 在您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我們現在看為什麼神願意 這樣子來保護我們 記者十四節 神說 因為祂專心愛我 我只要打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祂安置在高處 然後神繼續地說十五節 祂日求告我 我就引引祂 祂在疾難中 我要與祂同在 我要打救祂 是祂尊貴 15 He shall call upon me and I will answer him I will be with him in trouble I will deliver him and honor him 然後十六節 16 我要是祂足享長壽 with long life I will satisfy him 將我的救恩顯明給祂 and show him my salvation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就是 你一個人能夠專心愛神 知道神的名的話 so here it tells us clearly that if a person can love and fear God and obey his commandments 神會視你主想長壽 and God will give us a long life that will satisfy us 這個是第二件事情 我們會做 會得到長壽的 so this is the second thing that we can do in order to prolong our life 所以問題就說 我們有沒有專心愛神 now the question is do we love God wholeheartedly 絕書在告訴我們幾個比喻 教我們怎麼做就是愛神 Lord Jesus gave us a few parables to teach us what we need to do in order to show love to God 請幹嘛在福音25章34節 and please turn to Matthew 25 verse 34 瑪大夫要是五章 Matthew 25 Matthew 25 verse 34 Matthew 25 verse 34 這裡主耶穌做了一個比喻 Lord Jesus gave a parable here 三四節意思 王要向那右邊的說 你們這夢我父祝福的 可以來承受那創世以來 為你們所義備的國 then the king will say to those on his right hand come you blessed of my father inherit the kingdom prepared for you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我們都常常聽這個故事 we often heard this story before 那些人就問說 什麼時候你餓了我給你吃 什麼時候你哭了我給你喝呢 Those people would ask When were you hungry and we did not give you food or when were you thirsty and we did not give you drink 神的解釋 And God's response 我們請看四十節 verse 40 王要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去坐在我的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的 And the king will answer and say to them Assuredly I say to you in as much as you did to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my brethren so當我在講專心愛神 So when I say loving God wholeheartedly 方圍很匡的 It's very broad 不是單單直接向神愛他以外 It's not just trying to fix our love on God 根據主耶師的教訓在這裡記載著 我們要愛他的最小的弟兄的一個 But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Jesus here we need to love those that are the least of these 換一句話就是說 那些需要人幫助的弟兄姐妹 In other words Thos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are in need of help 當你看有一些弟兄姐妹需要人幫助 你有沒有伸手出去幫助他呢 When you see your brother or sister in need of help Do you reach extend your hand out to help them 你假如有做到 你就愛到神 And if you have done this Then you have loved God 你假如沒有做到 你沒有愛上神 But if you haven't Then you have not shown love to God So這個一件事情我們要注意 And so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se things So我們當然說專心愛神 專心愛神 你要記得專心愛神 包括愛那些需要你幫助的弟兄姐妹 We often say love God love God But we need to know that loving God entails Loving those that are least among them 其實你也把那範圍用寬一點 在世界上需要人幫助的 我們都需要幫助 And if we broaden the scope even further We need to help those Anyone in the world that needs our help 對人來講什麼是最寶貴的呢 What is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to a person 不是拯救嗎 Isn't it salvation 就讓我們這個世界上走完了之後 我們的墳能夠到天國去 So that when we walk our When we finish walking The path on this earth Our souls and our spirit can rest in heaven 神祝福你讓你活到一百二十歲 So what? If God bless you to live to 120 So what? 一百二十歲之後你還是照樣要死掉 可是你要知道天國跟地義是永遠的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heaven and hell are eternal 你到天國去是永遠在天國享福 If you go into heaven and dwell in there You dwell there forever 可是你相反的講到地義去 你是在地義永遠受苦 And conversely if you go into hell You will suffer the torment in hell forever 所以比起一百二十年跟永遠不能比 So 120 years compared to eternity There's no comparison 尤其是我們只談七十八十歲 Especially when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70 80 years 更是比不上 So we cannot compare to eternity So we have to strive for that eternal heaven So we have to strive for that eternal heaven 在這裡告訴我們 你要知道那個嗎 要專心愛神 And here teaches us the secret to achieving that which is to love God wholeheartedly 在耶穆福音十四章二十一節有告訴我們 And John 14 verse 24 also teaches us 請看一下耶穆福音十四章二十一節 十四章二十一節 John 14 verse 21 這裡說 有了我的命令 要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 必夢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 He who has my commandments and keeps them It is he who loves me And he who loves me Will be loved by my Father And I will love him And manifest myself to him 這裡就是清楚地告訴我們 Jesus clearly tells us here 你要遵守我的命令 If we keep his commandments 你就是愛我的 That means We show a love to him 假如你愛我 And if we love him 這裡他又說 你會夢天父愛你 And he who loves me Will be loved by my Father 而且主耶穌跟天父 要來住在我們裡面 And Lord Jesus and the Father The Spirit dwells inside of us 我們是多麼的幸運 And how fortunate we are 因有神的靈跟我們同在 我們降到天國的盼望 就非常確實 And because we have the Spirit of God Dwelling inside of us We have a real hope Of eternal salvation 但是你要記得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要專心愛神 But we have to rememb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love God wholeheartedly 你有專心愛神 你才能夠被神接納 And if you love him wholeheartedly Then you will be received by God 你要愛你的所有最小的弟兄姐妹 你才會愛到神 And you have to love the least of the brethren In order to love God 十篇九十一篇又談到 知道神的名 知道神的名 And there's another one 十篇九十一篇 我們剛剛所説的 Psalm 91 also talks about Knowing the name of the Lord 知道神的名 What does it mean to know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們在祷告的時候常常怎麼說 When we pray What do we often say 我們在天上的父母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我們都知道我們要遵神的名為聖 We know that we need to hallow God's name We know that we need to hallow God's name 我們不能忘成神的名 We cannot profane the name of God It is the third commandment So we need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holiness of God's name We cannot profane it And we have to try to uplift and to glorify His name 假如我們只要只做 And if we can do in this way 我們只能夠長壽 Then we can live long 我們現在來看第三樣 Let's look at the third aspect 第三樣比較簡單 在除外記記二十章十二節 This is recorded in Exodus 20 verse 12 除外記記二十章十二節 Exodus 20 verse 12 二十章十二節 Exodus 20 verse 12 當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 在主你神所視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That your days may be long upon the land Which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十條誡命當中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只有這個第五條 帶著這個允許 Only the Fifth Commandments carries this promise 你假如孝敬父母 If you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你會長壽 You will live long 應該多好 本來我們這兒女的來孝敬父母是應該的事啊 If it's our duty as children to honor our parents 有誰敢說我孝敬父母不應該的 Who would say that I'm not obligated to obey my parents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 說我們必須要孝敬父母對不對 We've been brought up to honor and respect our parents 問題是有的人沒有這樣子遵守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some who don't do this 可是在神的眼光 這是最重要的一條 所以在十條誡命當中 前四條是對神 或六條是對人 或的這六條對神的第一條 就是孝敬父母 所以你會瞭解 神是這麼的自重 我們做兒女的孝敬父母 所以祂不但叫我們去遵守 然後祂還給我們一個允許 你只要是孝敬的話 我會讓你嘗試 這個事情保羅也強調了一下 Paul had also placed some emphasis on this 請看有所事六章三節 Please turn to Ephesians 6 verse 3 有所事六章三節 Ephesians 6 verse 3 在裡保羅寫得非常清楚 我們從第一節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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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祂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是帶有允許的誡命 你假如孝敬父母 你會長壽大 我們大家都有父母 你假如沒有父母 你會生在這個世上 每一個人我們都有父母 假如感謝神你父母還在 你要好好去孝敬祂 因為你越孝敬祂 你會越長壽 因為這個是神的允許 行的允許 神的允許 不會變 不會改的 那麼我們孝敬父母 我們要講另外一件事情 父母不是單單你稱生的父母 就是你的父母 Parents are not just merely your biological parents 你結婚了之後 你變成有兩對父母 But after you're married you will have two sets of parents 對不對 聖經告訴我們 然你結婚是成為一體 The Bible instructs us that a man and a woman when they are married they become one 連主耶穌都這麼講 Even Lord Jesus said this 既然我們結婚了之後 然你成為一體 兩對你的爸爸媽媽 都是你們兩個人的爸爸媽媽 And so after you're married then your two sets of parents or your in-laws and your biological parents are both your parents 所以做父母的 要看顧兩父 那個男的跟女的 and so as parents then they would need to look after their son or their daughter and their son-in-law or daughter 可是問題是在現在的世代 我們發現到有很多人 那些所謂婆婆媳媳跟媳婦 不和 However we notice in society today that there's often a friction and tension in the stra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other-in-law and mother-in-law and the daughter-in-law 這大概是人性 Perhaps this is human nature 夜婦 跟女婿大概都沒有問題 The father-in-law and the son-in-law most of the time do not have big problems 都很親的 and it's very there's not much stress 可是相反的 but conversely 婆婆跟媳婦 常常有問題 often times the wife and her mother-in-law have problems 你只能犯到這一點 and if we see this point 你就犯到第五屆 or if you transgress against this then you will have transgress the fifth commandment 這個父母你要知道 是兩對父母 或不是單單你親身的父母 because to obey the fifth commandmen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just your biological parents but also your in-laws 我們最第一點要特別小心 and we have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point 那我們做人要聽從父母 and as people we need to listen to our parents 真言二十三章二十二節 Proverbs 23 verse 22 神言二十三章二十二節 Proverbs 23 verse 22 神言二十三章二十二節 Proverbs 23 verse 22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聽從我們的父母 we have to understand to listen to our parents 在西方世代 這個事情是一個問題 this is a problem in the western culture 年輕的人很少會聽他父母的話 young people generally do not like do not listen to their parents 可是我們在主裡面的弟兄姐妹 不應該這樣 but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Lord we should not act like this 我們要孝敬父母 我們要聽從父母 we need to honor and listen to our parents 我曾經聽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once heard an interesting story 在台灣有一個年輕人 in Taiwan there was a young man 他覺得他爸爸太老了 he felt that his dad was too old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重擔 and his father became a burden to him 所以他有一天決定 要把他爸爸 攪在這個籃子 把他帶到山上 然後把他丟在山上 讓他死 and so one day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take his father in a basket and take him up into the mountains and just leave him there to die 當爸爸被帶到山上去 那麼他從他的籃子 把他拿下來 放在那裡 要走的時候 and so he took his father up to the mountain took him out of the basket put him and set him on the mountain and as he was about to leave 他的爸爸給他講了一句話 his father said this to him 你不要忘記把這個籃子帶回家 he says oh don't forget to take that basket home 將來你的兒子會用那個籃子把你帶來山上 當聽到這一句話 他再醒過來 有一天我會變成人家的父親 有一天我會變成很老 需要人來看顧我 我這樣子對待我的父親 我的兒子同樣地對待我 還不是跟我的父父一樣嗎 這樣子受委屈 and my son may will treat me the same way as I have treated my father so we have to remember 你做兒女好好相信父母 當你長大 你的兒女會同樣來孝訓你 因為神都在看 你有孝訓父母 你的兒女也同樣會孝訓你 我們做年輕人必須要接受父母的管教 as young people we need to accept the discipline by our parents 我們請看希伯來詩十二章七節 Let's turn to Hebrews 12 verse 7 希伯來詩十二章七節 Hebrews 12 verse 7 十二章七節 Hebrews 12 verse 7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 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做儿女的,要好好地接受你父母的管教。 我读这个圣经的主要原因就是, 目前在社会上面,很多做儿女的,不受父母的管教。 有的儿女比父母还凶,还敢骂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能这样去做。 我们必须要好好地遵守圣经的教训。 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 什么叫做教训。 孝敬就是你听父母的话。 那么父母的话包括他管教你的话。 这就是我们做儿女应该要尽的本分。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谈一下怎么样做才能够长寿。 我们从圣经三个地方查到怎么样做能长寿。 我们从圣经三个地方查到怎么样做能长寿。 我们的名。 我们 need to love God wholeheartedly and glorify His name. 神就会使我们主想长寿。 And God will satisfy us with a long life. 而且更会把旧温赐给我们。 And He will even give the salvation unto us. 第三。 第三。 十条诫命的第五条。 叫我们好好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It instructs us to honor our father and our mother. 我们就能够长寿。 And then we can live long. 你做一个好的儿女,神会祝福你。 And if you are a good son and a good daughter, God will bless you. 我们今天早上见证到这里。 And this will conclude our message this morning. 赞美诗三百八十首。 Let us rise to sing hymn 380.